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與昨天相比今天天色陰暗一點 在為港望出去 雲涼都幾多下 沒甚麼陽光 所以下午大部分地區的高溫 都只是上到25、26度左右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見到今天一大片對流雲團覆蓋著廣東 再從雷達圖像看一些雷雨區的分布 見到在下午 廣東西部開始有雷雨區發展 並且逐漸向東移動 而向珠江後一帶 而在廣東東部沿岸 現在仍然吹著東風 所以天氣相對穩定一些 不過在電腦的封牆預報圖上見到 今晚和明天 我們會逐漸轉為受到一股活躍的偏南氣流影響 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有趙雨和雷暴 不打算是明天進行戶外活動的朋友 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會是大致多雲間中有趙雨和幾陣雷暴 初時雨勢有時頗大 能見度會比較低 氣溫介乎24至27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東風 漸轉吹偏南風 雖然長假期第一日 預計天氣會一般 不過之後都會有好轉的趨勢 在高空預報圖上見到 去到周末 在我們上空會有反氣旋逐漸增強 意味著高空的水氣會比較少 雲量會沒有那麼多 天色會由所好轉 不需要我們展望 周末和下星期初 趙雨會是減少 間中有陽光 天氣會是炎熱的 見到到下星期高溫會上到三至頭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復活節場假期 再見 再見